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于病榻前 脸上留有大两红色红包 全身皮肤溃烂不堪 此后 有关同志弟死于梅毒的说法 就在民间广为流众 据记载 同志弟听从此行话 接下政治问阴 每当与惠妃感情不和 他便带上了两个小太监 在内城的私窑里寻话问流 由此染上梅毒 但事实上 内城不曾设有私有 尤其同志弟是慈禧太后的亲儿子 在强势老妈的层层眼见下 这个傀儡皇帝连自己的皇后都不得亲近 断没有嫖娼的机会 可同志弟死后多年 其主制欲依领得利的两位曾孙却分别写道 祖上口传逆文 同志弟死于梅毒 这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病情 最初 同志弟只是脸上长了些红色疹子 随后疹子长到了背部 生猪脑包 进而全身感染溃涡 当时太医诊断为天花 但历史学家萧一山认为 天花与梅毒看起来很相似 太医或为隐秘宫廷丑门 而谎报病解 那么 真相究竟如何呢 从现代医学来看 如果一个人感染了梅毒 首先是生殖气息症 溃烂持续一月后 病情将潜伏至少三年 最终导致死亡 反观同志弟的病情 非当没有这样的症状 更是在病发后 晚短45天就暴露了身来 由此可以确信 同志弟并非死于梅毒 即便如此 同志之死仍有鬼迷之处 有记载 同志弟在死刑三天 还头脑清醒 与人对话 病情大有好转之事 而据御医里德利的宗孙说 当时 阿鲁特皇后来到东南河探望明治 由小太监通风暴戏 慈禧刚感到 就听到皇后向同志弟哭诉 立谋如何逼他下位 勃然大怒的慈禧闯了一仗 对着皇后就披免一掌 可怜夹在其中的同志 大惊失色 从床上跌落到地上 就此昏迷不醒 那么 同志弟真的是被慈禧害死了吗 这不无可能 因为不论同志是否病死 他的生死都将直接影响慈禧的政治不觉 彼时同志若有选择继位者的心思 慈禧未必风险 而痛下杀手也是情理之中 关于同志弟之死 历来众说分明 可以确信的是 同志弟死前 口腔大面积出现 而这正是由天花引发的农毒血症 可见 他已步入天花晚期 至于他究竟是病情好转的 被慈禧间接害死的 还是仅仅是回光返照的 就不得而知了